在台中有一家牛排馆的菜单 有一道与老板娘合照要价30元 客人一看很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料理呢 点点看 没有想到菜色如其名 老板娘立刻过来跟你合照 原来是一开始老板觉得很好玩 就把这个合照加进了菜单 没有想到客人还真的买单 就连知名的饶舌歌手高尔轩也来拍过 用餐时间 与老板娘合照要价30元 与老板娘合照要30块钱 举手发问没想到菜如其名 真的就是跟老板娘合照 不少客人好奇询问也来拍上一张 一头长发身材火辣的老板娘 一边端菜一边招呼客人还要合照 意外拉近跟顾客的距离 我觉得很有趣 在其他餐厅是没有看到的 合照有趣菜也要吸引人才行 这招牌是牛排 然后嫩又多汁又大块 大火烤着大块牛排 肉香瞬间被释放出来 店里也卖快炒这道蚵仔烘蛋 在铁板上支持作响 老板娘说当初设计菜单单纯觉得好玩 结果真的有人买单 当初老板只是好玩 想说有一个新的亮眼的东西放在那里 然后客人都会问 墙上满满的合照就连知名饶蛇歌手高尔轩也来拍过 这道与老板娘合照就这样在菜单上变成招牌 记者中部纵报道 一大清早 路上居然有两只鸭子悠闲过马路 新北市三峡N主公医院附近 有民众在今天清晨等公车的时候 发现两只鸭子过马路 过了闪车 还在车道S型折返 险些成了车下鸭魂 而警方一度怀疑说 是不是从附近的台北大学校园偷溜出来的呢 但是校方澄清了 校内鸭额的数量并没有少 很有可能是从载运货车掉落 或者是从饲养人家倒跑 街头出现两只白色小小身影穿越马路 仔细看居然是两只鸭子 摇着屁股逛大街 后方小客车见状赶紧放慢车速 整公车的时候 看见两只鸭子在那边过马路啊 就是晃来晃去啊 这里突然间发现了一分是哪里 就是从那里放出来的 27号清晨接近6点 民众在新北N主公医院附近等公车 看见两只鸭子过马路 觉得很新奇随手拍下 但其实这段路程很惊险 只见他们从外线车道悠闲走到内线 发现连接车逼近不太友善 马上S型折返 显成撤下鸭魂 但鸭子究竟从何而来 警方一度怀疑是从附近的台北大学 投流出去 经过清查 学校的鸭根鸭 清点之后一只都没有少 他们晚上是夜晚 不太可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北大校园这处新湖 生态丰富 有绿头鸭 白帆鸭和美国樱桃鸭 21只点点名全都还在 过去也没发生偷跑情况 而附近还有高速公路 推测两只鸭子 可能是不小心从载运货车上掉落 又或是有人饲养跑到大街上 这两只小鸭后来消失在监视器镜头外 流落何方没人知道 只能期盼已经平安回到主人身边 记者陈昌诚葵 新北厂报道 以为自己被通气 拒检还试图闯民宅 金龙市安乐区在今天早上11点多 游民男子面对警方盘查 竟然谎报身份之后拒检逃逸 甚至是跳到一旁的房屋屋顶 企图闯入民宅 吓得居民尖叫 而警方逮到嫌犯才发现 嫌犯是自己吓自己 以为说是被通气才要逃跑 这下反而因为拒检伤警 谎报身份 遭到移送法办 知名男子谎报身份被发现 急忙推开远警不断挣扎 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下一秒他随即跳入 一旁地势较低的民宅屋顶 不停逃窜展开警匪追逐 警民合作约一小时逮到嫌犯 生怕他逃跑 民众将他围堵角落驾住 警方也喷洒辣椒水赶紧上号 不过这名男子为何拒检逃逸 经警方调查他根本没有通气 原来是自以为遭通气才慌张逃跑 事发基隆安乐区27号早上11点多 警方巡逻看到他神色慌张 上前盘查 不料他拒检谎报身份 还弄伤远警 更试图闯民宅 居民吓到尖叫不敢出房门 本该无罪却因为自己吓自己 这下反倒要为谎报身份 拒检商警行为付出代价 移送法办 记者蔡志恒金融报导 美中关心持续紧张 一架中国歼11战机 24号在南海空域 对美军轰炸机进行不安全 互专业的拦截 双方战机一度只相差 三公尺的距离险些差状 美国印太司令部 批中国拦截方式 违背了国际飞行安全规则 长期操演回为六年再度展开 透过拟争的战场环境 强化官兵战斗指挥 跟临战的应变能力 总统蔡英文亲自示导 这次操演长达七天 以石兵石车实装方式 整合各项战术作为 全程以实际对抗模式展开 其中无人飞行载具 以及陆军最先进的锐纸系统 都是由中科院研制 总统要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就是因为中国对台武力威胁 不断破坏印太区域的和平 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布 引骗一架中国歼11 24号在南海空域 对美国B-52轰炸机 进行夜间拦截 在距离B-52的机身前方 跟下方不到约三公尺处飞过 让两机友相撞危险 美国强调的是自由航行 自由飞行 那这个样子是不是 中国大陆 它的解放军的空军 是逢击必查 逢箭必根 这个底进的距离 只有三公尺相当的近 警告的意味 非常的浓厚 就是叫美国的军机 美国的战机 不要再靠路了 再靠路的话 可能就会做 有进一步的动作 印太司令部批 以不安全跟不专业的方式贴近 而以拦截的行径 违背国际飞行安全规则 跟规范 两机险些差状 而时机点敏感 就在中国外交部长 王毅访美之际 更让美中关系持续紧张 记者向华文财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剂